第五十三章 我冤 杨柏川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十两 冯彩娥点头 心里忍不住开心 能将许慧卖了最好了 说实话 从一开始我就嫉妒许慧 谁让他长得好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就我这男人有事没事的都愿意愁 更迈进山里 伺好五六个男人 看你还怎么骚 冯彩娥想着都觉得开心 大嫂那边还有小风呢 杨柏川忽然摇摇头 冯彩娥却忽然冷哼了一声 到底是为了小风 还是舍不得呀 你又说什么呀你 杨柏川顿时沉了脸 我可是读书人 犹如斯文 我呸 冯彩娥却撇嘴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早就寄予那个骚货了 上次你偷看得上茅房 那大白顶好看不 要不是我出面跟你解了围 你这小叔子的脸可就丢光了 你胡说什么呀你 杨柏川却有些恼羞成怒的嘀吼 信不信我善你 来呀 冯彩娥却眼珠子一瞪 起身就将自己的脸凑了过来 指着腮帮子 来呀 照着这扇 你 杨柏川抬起手来 却怎么也不敢落下去 毕竟他现在还指望着月嫁呢 随即叹了口气 唉 我不是告诉你的吗 那都是误会 嘶 冯彩娥不屑地翻了个白眼 然后在床边坐了下来 什么误会呀 那你说说 你倒是说说呀 这事我原本是打算烂在肚子里的 但是你老这样 我也不得不说了 不过 你可不能告诉别人 杨柏川一脸严肃地 看着冯彩娥 我这嘴可言似的呢 你就说吧 要是你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可别怪老娘我不客气 其实那次是老四 杨柏川压低了声音 什么 冯彩娥的声音陡然高了起来 哎呀 你喊什么呀你 杨柏川急忙一把 捂住了媳妇的嘴 你怕别人不知道是怎么着啊你 冯彩娥急忙点头 但是眼里却已经燃起了 熊熊的八卦之火 将杨柏川的手拉了下来 你的意思 说着 指着指挟对面 四方的方向 你也知道老四那个人 最喜欢的可就是挖掘户坟 踹寡妇门了 杨柏川叹口气 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大哥没了 那我以后就是家里的老大 你说弟弟这样 我总不能不管吧 怪不得老四 每次见了姓徐的就往前凑呢 冯彩娥显然没有在意 杨柏川后面的话 满心里都是杨老四 气愈徐会的事了 难为四弟妹 还一直可怜的孤儿寡母呢 这下好了 等她知道了 哭泣 忽然又皱了眉头 啊 不对呀 那次 我看没看见老四 我只看见你了 哎呀喂 过冤呢 杨柏川一拍大腿 当时老四在吵 我过去劝他 结果他听见声音 转眼跑了 我就只能背黑锅了 顿了一下 后来 老四也找我承认错误了 我告诉你 你可别去瞎说啊 不然 老四给挠我了 再说了 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影响咱家松哥 而且 今天你家那地 要是没他帮忙 我可弄不完 哎呀 我知道了 冯彩鹅说着上了床 我又不傻 别的不说 参加松哥 那可是大事 谁要是敢影响他 我就跟谁玩命 杨柏川案子 呼了一口气 只要这个蠢货 不再盯着之前的事 就行了 至于四弟杨柏夫 他也没冤枉他 那家伙之前 就偷看过徐慧洗澡 当然 那个时候 他也在看 不过就是没被对方 发现罢了 至于那个徐慧 虽然首寡 这么些年 姿色 身材 可都比身边这个强 之后 在卖了之前 谁先弄到手 尝尝味道 那就是谁的本事了 行了 说正经的啊 明儿啊 你在娘跟前吹吹风 那么多银子 将来就算正经说人家 也得不了那么多聘礼啊 杨柏川说着上了床 哼 我知道 冯彩娥笑了 真能将那丫头卖出去 怎么着自己 也能额外地 得个一两半两的 快睡吧 杨柏川说着 躺了下去 再说正屋里 杨安氏也是睡不着 睡不着的原因 自然也是因为杨如新 当家的 你说那大妮 怎么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杨安氏想起白天 杨如新那样 就有些咬牙切齿的感觉 以前那是 两棍子都打不出一个屁 可是现在 哎哟妈呀 那嘴巴 也太厉害了 嗯 我也觉得邪乎呀 老杨头也皱了眉 坐在炕檐上 习惯性地掏出了汗烟袋 但是想到了是在屋里 要睡觉了 又割下了 忽然扭头 看着杨安氏 你说会不会是 黄皮子附身呢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杨安氏咋巴了一下嘴 要不 明天我去找 明天我去找那个黄婆子 过来给瞅瞅 随即又撇撇嘴 又得花铜板 先等等再说吧 起码等松哥 烤完了呀 哎 杨老头叹口气 随即转身上了炕 行了 赶紧睡觉吧 西乡房另外的房间里 杨百夫两只脚泡在热水里 舒服地靠在床边 而他的媳妇杨董事 正坐在小板凳上 小心翼翼地 为男人洗着脚 明儿个 你过去看看大嫂吧 杨百夫突然开口 杨董事抬眼 看了一下自己的男人 急忙点头 唉 因为没生儿子 所以 他在杨家的底气 一直都不足 总是尽小慎微的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被修回去 你说那大妮儿 是怎么回事啊 杨百夫说着 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 眼里不由地闪过 一抹狠利 那死丫头 怎么一下子 就变厉害了 杨董事 扯了一下嘴角 但是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得转移了话题 水凉了 我给你擦起来吧 说着 拿了一块布筋过来 杨百夫顿时有些上火 哼 跟你说个话 就跟对牛弹琴一样 说着 扩拉一下 枪角拿了出来 欠了对方 一脸的水 杨董事也不敢说什么 急忙用布筋 将对方的脚 给擦干净 然后给搬上了床 这才起身出去 倒洗脚水 但是 当他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杨百夫 竟然下床了 急忙上前一步 能夹的 这么晚了 你 你这是 去哪儿啊 不用你管 杨百夫 白了杨董事也 站着窝补下蛋 没你什么事 说完 转身出去了 杨董事 只能叹口气 然后自己爬上床 躲在被窝里 偷偷地 抹眼泪了 再说大方 杨如新看着 弟弟妹妹们 都相继地熟睡了过去 这才起身 先去空间里 转悠了一下 依旧没有什么 和外的发现 出来后 检查了一下徐慧 却发现 他竟然再次发烧了 不过 好在这次发烧的 温度不高 在冷敷了两次之后 很快就退了下去 这是好现象 就在他准备 睡下的时候 却敏感地感觉到 似乎有人在看他 私下看了看 就这么四面墙 除了身边睡着的五个人 哪里还有人呢 只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这个房间 有前后两个窗子 后窗很高 也不大 对着的是外面的小路 冲着邻居家的院墙 就算是成人 都需要攀爬上去 才能看进屋子里 前窗冲着的是 杨家的院子 有人站在窗户外面 更是很容易被发现 而且 他是能察觉的 那视线 并不是来自 两扇窗户 不过 很快那种被偷窥的感觉 就消失了 杨如心皱了一下眉头 难道是我 刚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 有些神经质吗 随即摇了摇头 然后重新躺了下去 唉 还是先好好睡一觉 再说吧 虽然晚上睡了没多会儿 但是这个身体的生物中 还是很准的 在天刚麻麻亮的时候 就睁开了眼睛 还没等他活动一下 外面就有公鸡开始叫了 紧接着就不断地有公鸡加进来 远近的叫声 很快就连成了一片 徐慧此时也醒了 兴许是要起了作用 也兴许是难得吃了一顿饱饭 所以他的精神还不错 虽然身上还是疼得厉害 但是依然挣扎着就起身 进化里面 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